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反例整個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這個過程 是有很多人在幫忙 加油 該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我們沒有要有特殊待遇 依法辦理公平就好 我們空窟萬里礦區 那是其他礦區的房子 沒有一間有特權 就是麻麻的先生 大家說對不對 賴清德在那個選舉場合 充滿感情的談他的父親 談他的家 談他貧窮的少年的記憶 同時呢我也對於他現在 翻身了 然後呢得到權利了 小孩也可以送到美國去定居 我深深表示欽佩啦 事實上他是 以他對父母的愛 對他的自幼生長的那個家的 記憶跟情感 要來情緒勒索我們 我對於這個現象 其實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噁心 賴清德在演講裡面 也強調說 他的家跟其他違建是不一樣的 那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來談談 南鐵四百戶的家 到底跟賴清德他家 有什麼不一樣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我先看一段影片 馬桿下來 我會來欲聖 我會去聽聲 我先問我們是人 我們來欲聖嗎 還是我們家的 我們沒有 民進那個 敵義代表 我们要起床 也没有这么样的刮完 所以我们跟他 我们要吸引我们是一条虫吗 我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父母 你们父母被招到尾 被招到尾 你们让他在那边被招他吗 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替我们的老人来刮你 你听过你 你欺负我们是不是 我欺负你 再欺负你 我们是人 还是你们是人 我们不是人 那你们随便招他是不是 我要讲一下这个影片的背景 这是2017年 土地征收的工厅会上面 那当时的状况是 会议刚开始 我们这些青壮年 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会议的主席就叫警察把我们这些 他们知道谁会表示反对 就先弄警力把我们全部拖出去 在那个会议的现场 只留下像我妈妈这种 七八十岁的老人 没有人可以帮这些老人讲话 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妈妈站出来讲了这段话 赖清德前几天提到他的爸爸 那我今天也谈一下我的父亲 我爸爸是日据时代的时候 就是他透过跳级 然后去念那时候叫做台南工学院 就是现在的成大的前生 然后后来遭遇228事件 那时候我父亲是最年轻的 台南工学院学生会的成员 他是最后一个幸存者 他年轻的时候 他对党外运动是极端的支持的 我父亲同时也是一个甲籍的土木祭司 他是设计水库跟盖水库的 所以南铁东夷案老实讲 在技术上面 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当我们家碰到南铁东夷案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包含我们家以及沿线的许多的家庭 事实上因为基于对民主的期待 所以对于民主进步党 就有很多的幻想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想要跟他沟通 结果没有多久我们就知道 这群人特别是赖清德 完完全全就是弄比国民党 对付台湾人更残暴的方法 来对待台湾人 所以我父亲那个时候 刚开始这个事件刚开始的时候 我父亲还可以在一些说明会上面 谈这些技术的问题 还可以跟铁工局的这些工程师进行辩论 说到他们都 说到这些铁工局的工程师都说不出话来 他渐渐一方面是 他觉得怎么这些工程师 会如此的出卖自己的专业 第二个就是他所信仰的 这一个民主进步的新政党 怎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遭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 精神的摧残 他年轻一直打拼到那个时候的信仰 整个的崩解 说我父亲性情大变 变得非常非常忧郁 什么话都不想要讲 然后没有多久 他就重度的 因为重度的忧郁 然后就变成失智 然后到现在 我父亲基本上也已经认不出人来了 那 赖清德 其实他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对媒体都表示说 他对这些居民很友善 会再持续的沟通 那他甚至也表示说 他不会去强拆这些百姓的房子 但是各位不知道的是 赖清德曾经到我家里面来 恐吓我爸爸妈妈 特别是我妈妈 他说呢 在台湾控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看大坡 大坡 人死 家庭 你家怎么要这样 他所谓的沟通 就是弄这种恐吓的方式 然后呢 事实上我家最后也是被强拆的 那在这个强拆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恐惧 我们家人是非常非常恐惧的 他们在凌晨的时候突袭 叫警察包围我们家 然后那时候老人还在房子里面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九十几岁了 他们那个大纲牙就开始拆我家的后院 吃我家的房子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是多么的惊恐 而且更荒谬的是 他们要求两个小时 你们必须要完全撤离 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五十几年 有留下那么多的东西跟回忆 两个小时全部清光 不然的话他就要继续拆房子 我爸爸妈妈九十几岁还在房子里面 事实上我要说的是 我家不是最惨的 在南铁抗争的过程里面 就我所知道的 在那个 因为南铁东一案 过世的老人家 过世的别人的父母 就有三四十个 赖清德同时也在演讲里面表示 他对于家的记忆跟爱等等 但是他对于南铁居民的家 他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当南铁居民在跟他讲说 这些房子是他们的记忆 他们的爱等等的时候 赖清德表示 就是弄金钱补偿 赖清德在跟 上一次在跟蔡英文竞选的时候 他出了一本书 他在书里面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 这个南铁的居民的照顾啊 是前所未有的德政 他强调呢 他去跟台影的经理呢 就是说服他们 贷款给这些老人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些老人 为什么七八十岁了 还要去办贷款 就是因为拆迁的补偿 是不足以 让他们维持本来的那个生活环境 所以根本就不应该贷款 根本就不应该拆房子 是吧 然后他却以这个东西 来包装成一个 一个德政 然后甚至 周玉寇还说 这个叫做 教科书等级的德政啊 教科书等级的德政啊 那赖清德呢 在演讲里面他也提到 哦 他家有欠税 他家是違建 所以呢 他希望新北市政府呢 可以让他补税 补程序 然后呢 让他的那个老家呢 合法化 现行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 是没有 違建 去透过补程序 来进行合法的 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应该要拆 那更恶心的是 内政部的地矿中心 他们还表示 应该去进行都市计划 通盘检讨 来对于赖清德那个老家 他们家本来是矿业用地 对他们老家的那个地 进行解编 然后把它改成住宅用地 就是可以让他们合法化就对了 但是 反观我们看看 赖清德怎么样的对待我们这些 合法的住宅呢 他是那种非法违宪的都市计划 跟土地征收程序 土地征收程序 来强拆破钱 甚至 我们居民最卑微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跟政府平等对话 来进行行政程序 但是 赖清德都不肯 我们家 住在那边那么久 我们几个代表四百多户 每一个人 只讲三分钟 只有五个人可以讲话 讲到第三个人都拖出去了 第四个人是徐老师 连讲都没有讲 也被拖出去 最后一个是我妈妈 然后是在那边 很害怕 因为前面有暴力事件 我妈妈 摁皮皮抓 然后加上议员安博我妈妈 完成的那个陈述 当时赖清德的表情就是这个样子 冷酷无情 完完全全对于这些居民的 遭受这些 不正当的迫害 是一点同情都没有的 然后他在选举场合 哭诉说他家怎么样贫穷 应该得到同情 他家不应该被拆等等 还要补程序等等 这就是差别待遇 因为他是大官 然后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 赖清德他是作为一个最糟糕的示范 他一直强调他自己是贫穷翻身 矿工之子贫穷翻身 但事实上他做了一个最糟糕的示范 我们知道这种翻身的人 但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的 会去同情的人 因为自己的遭遇 但是会有少部分的人 会因此心理变态而且扭曲 他怎么样子扭曲呢 你看他对于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的父母 他根本就不把他当人 然后也不完全 不觉得我们这些人对家的情感 对于父母的爱是什么回事 他是非常非常轻视的 让我记忆犹心的是 但是赖清德真的觉得他不是一般人 因为我还记得他到我家的时候 他强调他的八字很重 他强调他的八字无良 五妞啊 不是普通人 他就这样跟我们爸爸妈妈说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天主命 他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会做 不是做总统而已 会做天主啦 做法庭啦 所以他这种心态 你可以看得到 他很自然 就会把自己的情感 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在这个对于自己的家的这个违健的 这个处理的态度 对于南铁居民的家的处理的态度 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他觉得他是可以凌驾法律的 可以凌驾我们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 我去看赖清德 他是一个比蔡英文更加独裁的人 蔡英文跟赖清德比较起来 是一个好人 民进党执政以来 台湾的一种社会风气的养成 就是我们人 我们一个个人 跟权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处理 当你没有权力的时候 你就想要攀布权贵 当你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可以去滥用权力去欺压 他们认为低贱的老百姓 那让这种人 如果去当了总统 我觉得那就是台湾的灾难 我们来看看这几年 台湾的土地掠夺案 事实上就是以台南高雄屏东 最为惨烈 因为他们就是吃他们的支持者假告告 你既然支持我 那我当然又要把你欺负到底 就是这种心态 说这种人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当总统 我再问一次赖清德 你的家 你把它视为珍贵的家 你的父母 你感恩戴德 你怀念你的父母 那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呢 南铁居民的家是不是家 南铁居民的父母是不是人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校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